文化局委托中研院指研所和当地族人共同执行的 拉库拉库西流域的布农族旧聚落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学员们展现他们对山区生活的熟悉度 为整个调查提供很大的助力 除了记录阿桑莱嘎聚落区内警察住在所遗迹 还有50多座布农族的遗购 也在聚落外进行调查 离清先人耕作与活动的范围 成果相当丰富 从今年4月份开始文化局委托中研院实研所举行一系列 旧部落调查的工作方与课程 邀集了浊西乡布农族人参与 藉由这种赔礼的模式 结合考古学以及原住民族寻根活动 共同执行拉库拉库西流域的布农族旧聚落的调查 其实像是老家 就是应该都是在地的子弟 应该就是我希望说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跟在地的子弟在一起更加的工作 那这样更加的就是说 除了我们用考古学方法去看一些老家之外 也希望说我们布农人 这边的布农人怎么样去认识这个老家的方式 然后我们用这样的认识去老家的方式去做我们的工作 六月份中研院团队与学员们到 拉库拉库西北岸的阿萨拉雅部落进行为期七天的调查 过程当中学员们展现他们对山区生活的熟悉度 为了调查提供相当大的助力 他们除了记录阿萨拉雅部落的警察住在所遗迹 与五十多座布农族一构 也在聚落外进行调查 厘经先人耕作与活动的范围成果相当丰富 文化局长说在传统领域进行的各种研究 本来就该尊重在地社群 而中研院执行的旧部落研究则是更进一步的将调查 对象的后裔纳为研究的核心成员 这样的工作模式应该成为未来相关研究的典范 记者高松双卓西江采访报道